我在2019年12月底的時候 我就離開了服務20多年的職場 那當時我的計劃是休息一年 之後我再回歸 我在2020年11月底 開始在真才網上面上履歷 那因為已經有20多年 沒有求職經驗的我 當時的求職環境 對於五年級生來講的話 是不友善的 因此的話我就開始跟神做一個禱告 我就跟神禱告說 第一個這個工作是要朝九晚五 逢紅就修 不可以影響到教會服侍跟教會生活 第二個待遇符合預期 三工作主動來找我 四在新的職場當中 我要看到神的榮耀和使命 在兩個月後 就是符合我所列的條件的工作 他就主動找上我 那第一個就是薪資的待遇 比我預期的高出14% 第二個不會影響到教會生活 還有服飾 然後第三個 學時可以上崗 那非常感恩神 就是使用我之前的 一個職場的一個經歷 然後讓我在學零錢教育 這個領域當中 我是游刃有餘的 那我在這個職場幾個月後 我心裡面就慢慢付出一個問號 因為我的工作質量和我的 薪資所的天平是傾斜的 我彷彿就像一個薪水小偷一樣 於是我就開始去求問神說 求神來顯出把我放在這個職場的 一個使命跟計劃 在一次和負責人談話的過程當中 負責人有提到說 他想要回饋社會 因為他有一棟閒置的樓 想要提供給弱勢的孩童來使用 然後這時候聖靈就催促我 跟負責人提起 慕封關懷協會的事情 在我跟負責人談完畢之後 我就聯繫了 我就聯繫了求靈節 那在有一次的主日 敬拜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地聽到神說 要玩就玩大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神說 主啊 那我們說大的 那個大的是什麼 那我就很清楚地聽到 就是竹北分典 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們對於竹北分典的 一個計劃已經醞釀很久 那所以說我們在等候 就是兩兆要在指定的日期 去進一步地說明的過程當中 我每一次經過這棟樓 我都會宣告說主要用它 它就像一個發光體一樣 而且照亮周邊的黑暗 感謝主 七月份的時候呢 木峰就開始運作了 那同年的十一月 竹北分典正式地成立 這時候我的心情 除了感恩神以外 我感到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參與了國度的計劃 在同年的二月份 園長突然請辭 於是我就接下來了 招生的重責大任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看到了神把我放在 這個職場的第二個計劃 跟使命 當我在為園所祷告的時候 我就看到耶穌就站在大門口 將小朋友一個又一個地接進來 七月的時候呢 那學校留言的小朋友 自己有27位 到了同一年的十二月底的時候 就人數就破百了 然後在這段跟著學校一起走過 學校低谷的過程當中 我也獲得了6%的加薪 神回應了我的禱告 讓我知道說 神把我放在這個工作環境的使命是什麼 感謝神使用我參與 在他國度的一個建招當中 我要將一切榮耀送贊都歸給神